当HONOR X9A刚推出的时候呢 卖在1499的价格 就有很多人选择困难 HONOR X9A和HONOR 710到底要如何选择 所以这部影片呢 就是要来做一个对比 来帮助你们选择适合的手机 你好我是Min HONOR X9A和HONOR 710都是近期很热门的手机 今天呢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差别 他们主要的差别呢就有四个重点 我相信呢这部影片一定可以帮助你做出选择的 尤其是最后一点 HONOR X9A所搭载的处理器是 Snapdragon 695 5G处理器 性能表现呢是OK的 没有日常玩完游戏呢还算可以的 但是专业游戏用户呢就不推荐 HONOR 710呢搭载Snapdragon 778 Plus 5G 性能上呢是优秀的 甚至打起游戏呢都可以达到 不断增不发热的状态 如果你不玩游戏呢 那么就不需要纠结哪一款更适合 因为两款处理器呢都可以应付日常使用 HONOR X9A的电池容量呢 是有5100MB的电池容量提供40W的快充 而HONOR 710呢搭载4800MB的电池容量 拥有66W的快充 如果说常续行耐用呢 HONOR X9A更胜一筹 但是回血的速度呢 HONOR 710会更快一些哦 他们都搭载了非常优秀的曲面屏 6.67寸的LED屏幕 配备了120Hz的缩行率 而且都是有1920Hz PWM调光技术 减少屏幕的屏闪 眼睛会比较舒服一些 但是呢 HONOR X9A的屏幕硬度啊 应该是比较强的 坚不可摧 用它粗暴的使用呢 更加适合 而且屏幕还有提供保修啊 在相机的部分呢 HONOR 710搭载了 IMX800主镜头 超大的感光元件 再加上有50MB的超广角镜头啊 算是一组比较强的镜头模组 而HONOR X9A呢 也有64MB的主镜头 而5MB的超广角 虽然64MB听起来更加强 但是高像素不代表拥有更强的图像表现 不过呢 整体的效果还是可以应付日常使用牌照的 以上这四点呢 都是需要考虑的条件啊 如果说外观设计方面呢 两款手机呢 都各有特色 HONOR 710的镜头模组呢 会更加突出 我个人的身边呢 是比较偏向HONOR 710的 你觉得哪一款手机更好看呢 在重量厚度方面呢 它们都是7.9mm的厚度 但是呢 由于是曲面屏的关系啊 它们的状况呢 是有个过度的 所以呢 握持手感是很棒的 在重量方面呢 HONOR X9A是175g 而HONOR 710呢 是178g 基本上都是没有太大的差别 最后呢 是最关键的部分啊 在价格的方面呢 HONOR X9A是1499 而HONOR 710呢 是1999 两个配备的主持容量呢 都是256GB 这500块的差距呢 HONOR 710呢 有更强的处理器和相机 但是呢 却不够X9A耐水啊 究竟呢 HONOR 710的优惠力度呢 还算不错啊 1800的预算呢 就可以拿下了 接下来 以上的几个重点呢 你应该知道怎么选择了吧 影片订阅完之后呢 记得点赞分享 订阅我的频道 关注更有可信内容 这个是我的IG 可以去关注哦 见到the next video